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给我点个赞加订阅,谢谢 女人一旦气血不足 就会导致失眠,多梦 并且脸上会长满斑点和皱纹 整个人看上去憔悴 面色无华,疲倦不堪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长很多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补血安眠去搬摊 这个摊是一位老中医推荐的 简单几味食材搭配在一起 喝上一段时间失眠,贫血,长斑 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 让你的气色好,睡得香 面色光折红润 整个人看上去神采飞扬 首先我们准备一小把黑末 黑末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使用菌 素有肠道清洁肤的美称 不仅滋补润躁、养血、异味 含有的多糖体现钢 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还可以补老 其中的纤维素和胶质 有助于清理、消化系统 黑末富含维生素K 维生素K能够减少血脂的生成 有助于血液循环的畅通 除此之外 黑末还富含铁元素 能够起到补血的作用 能够增强女性的去血 我们先把黑末用温水给它泡发 接着再来准备15克左右的红衣花生 花生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有着丰富的营养物质 花生性味肝贫 具有非常好的浮症、补虚、健脾、养胃 润肺、化痰、调理气血 溺水、消肿的功效 花生中还有花生碱、甜菜碱、维生素B族 叶酸、泛酸、生物素、维生素E 卵磷子、氨基酸、钾、钙、鎂等多种微量元素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花生中有效成分 具有促进红细胞的凝聚 降低血脂、降低胆固醇 以及降低血压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 具有安神、抗炎、抗氧化 抑制、健脑的作用 经常胃部反酸的人 可以在早上空腹 吃上几颗生花生 可以有效的缓解胃酸过多的症状 我们先把花生清洗干净 然后放在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是健脾、异味的食物 对于脾胃孕化功能相对比较差的人 可以每天吃上几颗红枣 能够让消化系统的功能更加的强大 红枣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功效 用于治疗皮虚症、失眠症等 红枣主要是通过补皮的方式来治疗气虚 通过滋养血液来安神、定制、舒缓情绪 有很多的补血、养颜、自虚、劳顺的功效 气血不足的女性平时可以每天吃上几颗红枣 研究发现每天吃3-5颗红枣 可以有效地预防缺铁性贫血 对女性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 再来准备5颗桂园 桂园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胶原蛋白 常吃一些桂园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脏腻 润泽肌肤、淡化皱纹 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桂园中含有蛋白质、磷、铁等营养物质 可以养心、安神 对于心悸、心慌、失眠、健忘等症状 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桂园中还含有大量的葡萄糖、铁质 可以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 增加血液的总容量 吃丹的吃一些桂园可以治疗气虚、血虚、贫血、酒病体虚者 可以把桂园当作保健食品 另外桂园对于癌细胞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更年期女性常吃一些桂园 可以有效的降低子宫癌的发生率 我们把清洗干净的红枣和桂园放入盘中 再把桂园剥开 取出里面的桂园肉 红枣再用剪刀把红枣肉剪下来 早和去除 再来准备一小块生姜 把清洗干净的生姜切成细湿 生姜具有抗菌、抗癌以及抗氧化、抗衰老 特有的香腊素能够有效的治疗 因过时含粮食物引起的腹胀、腹痛、腹泻、嘔吐等症状 生姜含有的姜氛还可以降血脂、降血压 防止血栓以及抗心肌梗屎、抗脑梗屎等效果 生姜还可以腻尿以及解毒 姜氛还有一个很强大的作用 就是可以减少胆结石的形成 经常吃生姜可以抗衰老 因为生姜的姜纳素进入人体后 会产生一种抗氧化酶 这种物质有很强的 对付氧气、自由基的作用 比维生素E还要强很多 这会儿木耳也泡发好了 我们把木耳清洗干净 木耳它被称为人体清道夫 木耳能够帮助人体排出体内所有的毒素 起到清肠的作用 而且对于治疗胆结石、肾结石 都有很好的化解功效 吃黑木耳还可以防止皮肤血管老化 清除面部的射斑 在《本草干木》中记载 常吃木耳可以去除面部黑斑 同时还可以令肌肤红润、光折、焕发 可以防止缺铁性贫血 木耳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对于女性补血有非常好的作用 木耳把它清洗干净后 再切成细丝 切好也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煮这道汤我们最好选用砂锅 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所有食材的营养成分 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慢煮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下方点赞评论加1 感谢您的支持 煮好之后 我们碗里面加入一小块的红糖 给它增加一点甜味 这样喝起来整道汤营养又好喝 把红糖搅拌至融化 就可以装碗开吃啦 这道汤加入了木耳 能够补肾、养心、润肺、软化血管 养血、排毒、去斑 红枣还可以补充益气、养血安神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提升养气 减轻人体自由基 活跃而产生脑联斑 并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花生具有浮症、补虚、健脾、养胃、养血等功效 因此这道汤有很好的健脾补肾、润肺、补血、活血的功效 可以缓解失眠、多梦、健腕、记忆力减退 可以疏通血管 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促进身体吸收更多的营养 对于女性增强气血 还可以很好的美容、养颜、排毒、去斑 对身体好处实在是非常的多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